各位可以看到D-Lay里面 包含哪些基本的工具 所以有些工具也许没用过 但是有时间的话自己玩玩看 每一个地方给他点下去看看 玩不坏掉,坏到没关系,再把它重新解压说 他又恢复了 OK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 里面有检视文件的技巧 那怎么检视 你可以放大缩小 像我习惯最简单的是什么 Ctrl键按住再加 加号 就是放大 Ctrl- 就是缩小 放大缩小 另外在工具里面还有放大劲 你也可以放大缩小 另外还有选取颜色 什么地方可以选取颜色 比如说我们有建成的时候 我点一下那个黑色地方 可以再选颜色 那地方可以让你在 选你要建成的其他颜色 其他像基本编修工具 还有像选取 选取我们有做了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像快速选取工具 然后另外还有像套索工具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魔术放工具 虽然没有 没有实际上用到 你可以试试看 没有关系 你可以多试几种方法 那包含就是反转的 比如说我们选背景 你再把它反转 另外还有个取消选取 那选取的用意 主要就是说你你要 针对你选取的 这个范围 做什么样的效果 OK有选取之后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复制贴到另外地方 实际上就是做影像合成 上个礼拜有讲过 他像填色 怎么填颜色 除了从 编辑填 编辑里面有个填满 可以填满 没有 另外你还可以什么 用建成填色的方法 其他很蛮多还有什么擦除 还有涂层 涂层的基本概念 那这个涂层在photoshop 非常重要 为什么他有点像是一层一层的 那越上面的 他就不会被下面遮住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另外有文字 像文字工具里面的话 我们上礼拜用过 比如新年快乐 本来是 预设是横的 那你如果要打直的 怎么做 里面还包含就是他的字型 大小 颜色 还有他怎么 他的距离 垂直距离 跟水平距离 等等的相关的设定 那这些我想你又慢慢要习惯 反正多用之后你就熟悉了 第一款印章 这指标没有用 他修补了 这个外面 后 这个后面 我想我们也有可能会用到 那第2章的话就是有关什么样式运用 等等那今天我们接着继续 来看那个 104 光浦亚这一体 那光浦亚这一体里面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一样开启这个 他给我们的范例档案 反正你就把那个104的资料夹解压说出来之后 然后呢把这四个档案 分别怎么样 把它拖拉到这个我们的Photoshop里面 不过有时候我建议你拖到上面跟拖到下面有时候不太一样 那在这里是放开其实就就可以了 OK 把它拖拉放开到那个Photoshop里面 这时候他就会开启 发完几个档案 第一个有一个压的字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白 白色的 一个 这个 文件 里面大概没什么 就 尺寸的话 他50 50 50 那完成的话就这一个 这个是完成的参考档TIF 有没有 那压子的话是这一个 就这个压子 那实际上他的需求是第一个 他希望把这个 档案 这个这个档案呢 他里面 他的文件大小 所以你可以从显下方有个箭头对 你可以把它改成文件的尺寸 因为预设他是用文件大小 其实文件大小不重要 比较重要是文件的尺寸 所以你把文件的尺寸点下去 他会显示是1.76公分 乘1.76公分 但是特别注意 你在编修photoshop的时候 单位不要用公分 没有人家用公分的 都一定是像素 有没有前面讲 所以请你把这个单位改成像素 编辑里面有个偏好设定 偏好设定里面有个单位 从这个地方 请你去做修改 在这地方 编辑里面的单位 那把单位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像素 请你让他显示为像素 所以单位里面 那这边的话 预设指标 公分 把它改成像素 按个确定 那像我在其他地方上课 发现 我们现在全部都中文了 可是 CS6 现在 他这边是pixel 是英文的 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这边有稍微不一样 反而反而后面的版本 他翻译没有全部翻 我刚才确定 好这个时候各位可以发现下方会50个像素乘50像 有这个 这个50乘50 那题目第1个会说 他这个开起来吗 再来就是设计项目 我们底下 第1道题就是 请你把刚刚那个50乘50 改成800乘800 宽800 层 高800 这怎么做 这些群你可以找找看 其实 答案就在 上面功能表里面 一定找得到 如果你有去找 你有去熟悉他的话 第1个 怎么样去更改他的什么 影像尺寸 OK关键在这里 第1个 800乘800 不过我是建议 一定要先把单位先改成像素 否则你看不出来 到底你改了没 第2个的话 开启这个PSD01 那个-1 这个这个图 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那个压子 压子呢 他要必须怎么样 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我们的 另外800乘800的那一张图上面 所以这边有一个完成 就是 这一边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我也一样把它改成 文件的尺寸 这个是完成的 下方就800乘800 就是50乘50变成800乘800 然后呢 再把压子放过来 压子放过来 压子怎么放过来呢 哎 那你不可能 像之前我们 吉祥物 有没有 放过来的话 不是 Ctrl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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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对不对 贴过来 可是问题 这边压子有 16个 那你岂不是贴上16次吗 可不可以 其实 你如果贴上16次 把它排整齐 当然 也是可以 只是说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啦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题目有提示 他说你可以用什么 用定义成图样 然后呢 将图样填入到 图片档中 哎 那怎么样定义图样 怎么放进来 那这个概念有点像是你们以前做网页 网页背后 如果你有一张图他会自动帮你 全部填满 道理很像 那怎么做呢 待会再来看 这个是第2个部分 第3个就是把原来那个压 这个压子有没有发现 这压子 刚刚我们前面有个档案是一个压子 这个压这个字 这这么小的 那我要把它放大10倍 可是放大10倍的话 它里面的那个 Photoshop很聪明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外面这个边缘 帮你变得很柔顺 不会看到有矩子状 可是题目反而他要你保留原来的矩子状就是有点像马赛克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效果 他会自动帮你加了这个效果把它关掉 他就是考你会不会关掉 那最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外面是有颜色 这颜色有这边外面好像 有有红的然后里面又有黄的又有 绿的蓝的 他要帮 把这个这个效果做出来 这效果的话 题目里面有说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一个 增加一个图层 叫菱形 用光谱建成 建成上礼拜有用过 没有 可是他不是用什么 用单向的建成 而是用光谱的建成 光谱建成 那这个地方而且要菱形的 然后最后再用他的 混色 用颜色来混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先题目了解 然后把题 题目先打开来 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一个一个完成 所以这一题总共会有 4个 4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有关那个这个地方 第1个我们要先找到这个 PSD01这档 我把它拉到前面好了 那他原来是50乘50 记得 这个这个记得是显示地方把它改成文字的尺寸 单位记得改成像素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800乘800 其实 功能呢 很简单 你就想 他应该跟影像有关系 影像里面有没有影像的大小影像的尺寸 有对 所以你把影像的尺寸点下去 这边就出现吗 800 有没有 乘800 按个确定 马上变800乘800 有没有很简单吗 你看 只要你愿意找了 这里面上面都有功能的 OK 第2个 他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压子这个 不是这个是这个压把拉到前面好了 那这个压子 把它放到哪里了 放到这里面 但是要16 16个 那可是问题啊 你不可能说Ctrl A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Ctrl C Ctrl A是全选 他有个选举区对 Ctrl C是复制 但你可以Ctrl V贴上 那这边不就有一个压子 你当然可以怎么办 把它移动过来 那因为他一张刚好是多大呢 一张刚好是尺寸大小 我们看一下 他的尺寸大小刚好200乘200 那他800乘800 哎不就刚好整出对不对 宽跟高刚好就放几张呢 刚好都四张四张 所以总共16张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贴 对不对 再移 是不是 移到这边 然后再Ctrl V 再一张 你要做几次 16次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说 这个是没效率 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有 所以 这个是我们要 要讲的 把这些丢掉 丢垃圾桶 有没有发现图层可以丢垃圾桶 OK 那你要新增旁边有个新增 新增删除这边都有 好 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 太浪费时间了 16张你要做16次 那如果 一堆 几百张 你不知道 所以不对 怎么做呢 第一个 先把这个鸭子做一个什么 先把它先取消选取 我刚刚Ctrl A的话 这边有个取消选取 不要有那个曲线在 那第一个你要先做一个所谓的定义图样 所谓的定义图样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定义成图样 那这个鸭子 名称我不改 按确定好了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在哪里呢 编辑里面有个叫填满 填满你想说 之前我没用过吗 比如填成什么白色黑色其他颜色 那关键字在这里 这边有个 编起 有个编辑填满里面有个什么图样 那你可以利用刚刚我们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你要填上他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定义图样 就是把那一张 那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图样的尺寸 跟你要填满的这个尺寸 要刚好能够整除 你不能没有整除 变成要切一半 或者切某部分 那这样接下来的话 你就直接点他图样 那这个时候的点点他这边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压就出来了 有没有就有个图样 按个确定 好 第一个我们就填满了 所以他刚好200乘200 有没有刚好 所以四张总共16张这个 图样就填完了 这第一个 当然你来源是什么 他就帮你填上去了 所以你这一张图如果你修改过的话 当然 像后面我们好像还会用到这张图 比如说把他眼睛变大 把眼睛变小 在202图 比如说像这个鸭子 我可以把眼睛缩小 可以啊 放大缩小 可以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其实在那个Photoshop里面有很多的滤镜 他这个滤镜里面 有一些什么异化 异化里面比如说这边 可以让你怎么样把这个 他这边有什么收容啊 膨胀有没有 缩容对不对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缩容一下 眼睛变小 不可以 眼睛变小了对不对 他眼睛真的太大了 你不发现了 层屏力 这样比较好看吧 好 但如果你要把他膨胀的话 这不是这个膨胀工具对 你可以怎样 把他点住 放大放大 我认识 那是蟑螂吧 螳螂 所以啊如果你可以你拿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照片 加 我发现这个FP里面 有一些同学啊 我看因为他的交 我看他的照片 一定是修过了 因为眼睛大到 就是 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 像是 所以所以你你要 放大或缩小眼睛的话 其实很简单 Photoshop就可以了 所以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个后面其实也有 也会提到 在那个滤镜里面就有一个叫异化的功能 OK 其他大还有一堆啦 所以以后你想知道Photoshop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反正所有功能都在这里 我再提一下 但如果你把那个修改之后他这边所有的眼睛也就缩小放大 OK好 那这个部分是第1个就是 我们题目里面要求的我们做的那个 第1个 然后第1跟第2就完成了 然后再来等一下第3跟第4 画面先还给各位要试一下 这个鸭子那个字 PSD01 这个字2的这一张图 然后他说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鸭子这一张图 字2这一张 把它稍微放大 就是把它 复制到我们刚刚这个图之后 并且把它放大10倍 但是要保留 锯齿状 那首先呢 Ctrl加 那个字怎么打上去啊 实际上你可以用 这个有没有 文字工具打字吗 应该没问题吧 那至于字打多大 我们之前有练习 不过我们是用垂直的 但是如果你要反正这个用水平的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从面板里面去调整 比如字多大 然后他的其他大概就是字的大小 还有他的字型 你看要哪一种字 不过这边字型就字几种 微软正黑体吧 标开体 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有一些 如果你电脑里面有装什么华康的一些 特殊的字型的话 那当然也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那你就用预测的 颜色的话呢 那这边用黑色的你就把字打上去 类似像这样的 不过 等一下的变化题 不是压 你可以 想想看吧 可能 蛤 有吗 OK 只是说 自己变化一下 而且等一下你不限定 可以自己再变化一下 然后 我希望把这张图 可以把它 放到那个我们刚刚这个 所以第一个Ctrl A 还记得吧 Ctrl C Ctrl A就全选吧 Ctrl C的话 或者你可以按右键这边也可以 复制图层也可以 复制过去也一样 那我的习惯是Ctrl A C 然后呢 再贴到这边来 Ctrl V 不过贴上之后你会发现压字这个字 有没有 他会自动产生一个图层 并且把压这个字放上去 那 那再来的话就是字要放单 字怎么放大还记得吧 Ctrl T 有没有 Ctrl T还记得吧 编辑里面 对要把它记下来的 因为太常用到啦 放大缩小 反正你只要针对 这个字啦 或者是图啦 要放大缩小 都是Ctrl T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像Ctrl A是全选 Ctrl C Ctrl T这些都固定的 那复原的话 就Ctrl AUTO加Z 多一个AUTO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需要放大10倍 那放大10倍 当然就是把这个锁先锁起来 不然你可能要打两次 宽是W 高是H 所以把这边加个0就可以了 好 这里马上放大 但是你放大之后呢 按个确定 确定的话是打勾 你会发现 题目档 跟刚刚的 怪怪的 其实他题目里面就是要怎么样 你保留那个原来的锯齿状 但是Photoshop太聪明了 他知道说你可能有锯齿状看起来会不好看 为什么 因为会感觉好像有马赛克的效果 所以他自动很聪明的 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边缘 变得柔顺一点 这个就是他特殊功能 有一些相机 可能他像素不够的时候他也会自动帮你做 所以类似的工 但是问题他不需要这个功能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复原了 Ctrl-Auto加Z 恢复了 记得 Ctrl-LT 有没有 加Z就是复原 那复原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特别需要你要做这个动作之前 Ctrl-T之前 请你先 设定好一个地方 一样是编辑里面的偏好 设定 刚刚是找到那个单位吗 上面这边有个一般 一般里面 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影像内 插补叠 他预设是怎么样 什么 叫 还回增值法 那最适合用于什么 平滑的渐层 就是说本来是锯子状 他自动会帮你补了 那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最接近像素 保留硬边 OK 特别注意 他有很多种方法 那当然如果你不要 他帮你补点的话 因为你放大之后 你的像素一定不够 那但是如果你要保留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方法 按个确定就好了 所以这边这边改一下 按确定 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用新的版本 像 像CS6的话 他在那个 Ctrl T的上面 就会有这个功能 你不需要到这里 因为CS6 比较聪明一点 他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功能帮你直接移到 Ctrl T的旁边 会多一个功能让你选 因为CS4没有 所以直接要到这边选 按确定 好 再做一次 Ctrl T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个锁锁起来 加个零 让他变十倍 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勾的话 没有 诶 刚刚会帮你补 可是现在没有 OK 把它试一下 把它打勾一下 你会发现 他就保留硬边了 有没有 所以看起来也会跟 我们要看到 这个完成的档案 基本上是还蛮像的 有没有发现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那个压子这个字的 放大 但是又保留锯齿状 记得就是 他的功能是在编辑里面的这个 偏好设定里面改 那当然未来如果说 你要把它改回来 你就记得把这边改回 最适合 最什么 最适合用于平滑建成 他还有其他的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试试看 尤其是那个 尺寸放大缩小之后 看你要不要 帮你 改成平滑 OK 那这个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有一些相片 解析度很低的 可是你放大之后你会发现 奇怪变马赛克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这个试试看 所以他 放大之后他自动帮你把那个马赛克下骨 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本来那个像素不够的 看起来好像也越越清楚了 OK 所以 有这种 做法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已经很接近 最后完成档 还有剩什么呢 剩外面这个 剑层的这个颜色 那题目里面要做的动作就是说 第1个 新增一个涂层 第2个 填满菱形的 光谱剑层 然后呢 再把它改成 颜色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怎么做 首先第1个 新增一个图层 那怎么新增图层呢 下方这边有个建立新图层 按下去 把这个图层名称呢 改成叫做 光谱 所以在这个图 点点两下 7点一下就可以了 先把它点一下 把它改成光谱 新增图层在这里 这个垃圾桶旁边 垃圾桶是删除了 旁边就是新增然后把它改成 光谱 改一下输入法一下 这个时候已经建一个 图层了 那第2个呢 我们再来看 建层 建层在哪里呢 这边有个建层 那建层特别之外 因为它有特别说明就是 要菱形的 所以记得 1建层 2的话菱形在哪里 你会发现这个预设是 线性的嘛 然后再往这边放射性 然后角度 有没有 反射 最后一个什么 菱形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选 菱形的 把线性改成菱形的 好 再来的话要光谱 光谱在哪里呢 其实它躲在这个 箭头里面 那光谱是哪一个呢 他会提 提示了什么前景到背景 什么前景到透明 那里面其中 就是大概在 左下角 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光谱 OK这个就光谱吗 你把它点击它 点击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 建层 然后菱形 光谱 OK所以有三个动作 好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怎么做会比较接近呢 菱形 你想说菱形 怎么怎么 怎么拉会比较接近 其实你这样的 从上到下 放到中间看看 不对了 所以 Ctrl 这样好像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菱形怎么拉比较比较 从左到右 拉一下 像这样子 所以特别注意啦 这个菱形 他的那个 这样子好了 这样OK 这样有个菱形 那 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 这个可能有很多种 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做完之后 你的鸭子 变不见了 其实不是 不见了 因为上面有个光谱 不见成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把这个见成了 改成什么 不是 这边有一个叫 颜色 有没有色相 饱和度 颜色 明度 那你可以试试看颜色 有没有发现 效果 但是有接近吗 其实不接近 其实还有什么色相 有没有 还有什么留下他的 饱和度 饱和度好像比较美 他什么明度 类似像这样 怪怪的 其实题目要我们是颜色 不过你会发现 跟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好像差距还蛮大的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边要试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光谱 怎么加上去 会是最好的 OK 第1个 第2个 你跟最后的结果档比对 你会发现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什么地方 鸭子上面有没有效果 好像没有 有没有 他没有被影响到 有没有 可是这边有没有影响到 有 对 那原因为什么呢 其实对 刚同学讲对了 就是 你的图层顺序 因为 光谱是在上面 那 相对 鸭子的图层在下面 所以 它等于是有一点 有一个滤镜在上面 那所以你那个滤镜下来 鸭子就会被改变到 鸭那个字 所以你家做一个动作 鸭子就 鸭这个字就不会被改变 什么动作 把这个图层向上 拉到它的上面 放开 你会发现 鸭子的 这个原来的颜色又回恢复了 所以特别注意 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是有 这个是没有 OK 那至于光谱应该设定多少 是可以完全match 到这张图 我想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待会可以跟你解答一下 其实怎么样做会最刚刚好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第3跟第4 先试着做做看 我听见了 对 就没关系